爱车被偷又被砸 男子搭探治安太糟了 高雄凤山的陈先生向苹果投诉 高雄治安实在太糟了 他家门前监视器周二凌晨拍到 巷口出现一名可疑男子东张西望 等待四下无人 就拿着锤子快跑过来 接着对陈先生爱车哼K好几下 然后快闪逃逸 其他监视器也拍下 男子砸车及逃跑时情况 陈先生抱怨说 两年前爱车停在家门前 也在深夜遭窃 监视器有拍下当时被偷的整个过程 小偷打破车窗 爬进车内 偷走汽车音响及财务 然后就扬长而去 他说报案时 又提供监视器画面给警方 但至今没有下文 结果周二爱车又被砸 忍不住大探 证据都给了 还抓不到嫌犯 那民众干嘛要警察 凤山分局成功所长周春成说 会根据被害人提供影像 配合入口监视器 揪出砸车嫌犯 至于两年前的窃案 他当时尚未招任 不清楚情况 动新闻高雄报导